电源当中光偶用的是比较多的 但是它坏了以后不像其他一些元件有明显烧坏的痕迹 比如呢就是电容出现会鼓包坏了以后 电子烧坏后会出现就是烧烧壶 而芯片坏了以后大部分会出现炸裂 但是光偶坏了以后从外观根本是看不出来的 像这光偶坏了以后 我们怎么能准确的判断出它的好坏呢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个方法 其实呢用一个扭轴电池 就能快速判断出这个光偶它到底是好的 还是坏的 而且呢这个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看啊 这还有一块板上面也有一个光偶 所以说呢这个光偶网在电路当中用的是比较多的 每一个光偶上面呢都有一个小圆点 有小圆点这呢就是它的第一角 这儿是第二角 这儿第三角 这儿是第四角 顺序是这样排列的 光偶第一角呢是它的正极输入 第二角是它的负极输入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部电路图 有圆角这儿呢是第一角 第二角 三角 四角 一角和二角内部呢是接的一个发光二极管 三角和四角接的是一个光明三极管 一角是发光二极管的正极 二角是它的负极 它的工作原理呢就是当给这个发光二极管 提供一个电安以后 这二极管它就会发光 然后这个光明三极管接收到它的光以后呢 三角和四角就会导通 测量光耳好坏的时候呢 一般在板子上测量的时候啊 没有这么准确 最准确的方法呢 所以啊还是把它拆下来测量 这样的比较准确 到这儿呢我已经拆下来一个 这个呢就是半腰漆的光耳 光耳啊它有的颜色是黑色 也有的一些呢是白颜色 其实它的颜色不同 但是它这个结构啊原理都是一样的 我们把弯表调到二极管的档位 然后呢红表笔接在第一角上面 黑表笔接在第二角上面 就是正接正负接负 测量一下 看这个弯表上面会显示啊 有1伏多的压降 有压降啊就说明啊 它这个内部发光二极管 它已经就是点亮了 所以它是有压降的 然后把表笔它反过来测量一下 你看这样就没有人的反应了 这样呢就可以判断 这个里边的发光二极管 它就是个好的 因为呢它可以实现 就是正要导通反向截止 就说明啊前面这部分 它是好的 然后后边这个光明三极管 怎么测量的好坏呢 就是弯表还是一样 就调到封明的单位 然后就这样测量 如果弯表没有任何反应啊 不导通没有任何反应 就可以大概的判断 它就是个好的 但是呢也不能判断 这个方法也没有这么准确 所以你说呢 最准确的方法呢 就是啊 给这个光耳 这个一角和二角上面呢 给它接一个三伏的供电 就这样接在这个光耳上面 这样呢 用网表再来测量一下 这两个音角 我们来听一下网表 听 三角和四角就导通了是吧 当不给它垫的时候呢 三角四角它就不可以导通 给垫呢就可以导通 从这儿呢就可以准确的 拍出这个光耳就是个好的 所以说测量光耳的时候呢 用一块扭扭电池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又好用